六个兄,有一位創作台书叫做苦世中 将原本以所有的首个条件和热米昏昂爱港区 赞作在桌下属性的顶面 用它对着人生的天候来作为它創作的力量 也将这标来所看到的吉祥信息 用各种不同的传统的贡献来典现 尽管特别的时候就是它創作的项目 竞争都是用平常时我们都能处得的成果用品来创作 还有这两只手 用平常时就能拿到的玻璃钢子以及签子来创作 六个兄,有一位创作大书,苦世中 用原本专精所有的苏果雕刻以及捏面人的港区 专做在桌下的搜索顶管 用生创意的心态来发肥创作 苏果雕它呈现的是刹那间的美感 那让我民生说每一次创作都做了那么久 那线条啦还是作品整体美感要求上面 也都要几乎都要非常完美 那感触到说做完之后呢其他就都结束 那才就又去思考说不对 我很像还会喜欢有还会捏面人的技法 那我就可以重新把我捏面人跟苏果雕刻的技法 融入在创作上面 一念之间在我们生活时事上面啊 有时候你转一个念有可能是非常好 那你在转一个念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那在创作上面我会想到说有时候做任何事情 你睁一只眼闭一只脸 那有些时候你就不要全听进去嘛 听一半就好了 那他呜着嘴巴就是说 有时候也要不说不问 你只要能够跳脱这一个框架 就会像这样方圆自在 为了创新丁护传统 苦涉中中在苗来都能看到的塞 以及吉林丁丁的吉祥寿 他没有同样的姿态 刚才加上自己在生活当中 提供到的灵性土力 来创作出跟吉林兄完全没有同样的作品 那吉祥寿各大庙宇都那么多 那我就想到说 那狮子啦跟这些麒麟 在庙宇都做了那么久 有一天想说 让他们做起来 他们可能会比较轻松 那在创作的过程 我是以玩的心态 玩的心态在看着说 我们的生活周遭 每一刻要学习的 要学习的东西 那我用这些吉祥寿 来把它表现出来 这些思维开始会慢慢增加 尤其会在享受一些人世间的感受 用家庭相处 它会把大家没同样的 重心修画来创作 苦小中将自己过去所有的技术材 当时发挥到导致的顶管 不但为自己开装了新的创作录顶 马上社会民众 可以透过作品 来聊天人心的各种民众 期术材料算 参考不得 打开装作品